好的,那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可以问吗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的问题都是一些症状上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抑郁症和躁郁症这些比较综合的 那么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话 就是说在家里面去观察这些孩子的时候 那刚才我们谈到都是一些抑郁症的这些表现 那躁郁症的这个表现跟抑郁症的表现 它之间的差别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一个是必须要通过专业人士 或者是psychologist来鉴别的 因为有时候你的躁郁症和抑郁症在临床的表现 在某一个时刻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它对于治疗的方法 对于治疗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来区别 躁郁症和抑郁症的鉴别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决定了它的治疗方案的选择和对于治疗的效果的反应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详细的讲 如果有个别人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 哇 还有福利啊 听抢座你有问题的话还可以跟着 下面呢 我再继续介绍一下 我们最近就是大概几年前我们的一个观察 我们观察到了有200例青少年儿童 就是12岁到17岁的中重度和严重的200例的儿童 他们的这个临床的表现 在这个地方呢 有17一个不同的症状 我们看到这种轻度的临床 轻度的这个抑郁症的病人的小孩子呢 青少年儿童啊 就是12岁到17岁的 我们有32例 其中有50%的人都有很严重的睡眠障碍 这种严重的睡眠障碍就是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入睡 这个就是符合它这个标准 有50%这个睡眠障碍是最常见的一种抑郁症的表现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就是食欲的问题 有35%三分之一的人会有这个食欲的障碍 还有一个呢就是irritability 就是容易激热 情绪非常的烦躁 就是很容易发脾气 这个呢也是很很常见的 这个是中度的抑郁症 你再看看这个重度的抑郁症的话呢 还是这三个症状很明显 睡眠的问题呢有5%的严重的睡眠问题 每天都睡不着觉的问题 大概有5%的孩子都会有这种病 这个是92个孩子里面的统计资料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食欲的问题也是一样 差不多有35% 然后呢这个呢这个这个这个情绪的积热呢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在中度的时候 然后呢重度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 在重度的这个70几个病人当中呢 有80%的病人 他都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的 还有呢就是有60%多 有2%的病人呢 他是食欲上是有问题的 还有也是有很大一部分 40%的病人呢 会有这个情绪积热的问题 所以说这三个最常见的症状 是我们在家里面需要观察的 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食欲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积热的问题 这个容易积热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把它看成了 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再加上他不能睡觉 加上他食欲有问题的话 我们一定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的一些表现